一年一度地球关灯一小时活动在3月26号晚上8点半 在花莲市的港天宫要和全球同步来举行 花莲市公所还有欧莱的国际公司 共同串联支持这项地球关灯一小时的活动 市长魏嘉贤表示说今年台湾主场第一次在花莲市 广邀市民朋友踊跃响应 让世界可以看到花莲 欧莱的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旺平 特别来到花莲和市长魏嘉贤进行一整天的拍片宣传 还有广播专访 并且前往市公所和公所同仁来分享 关灯一小时的由来及节能减碳观念 什么叫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场势 什么叫恢复生物多样性呢 我们不是会吐出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会吐出什么 耐氧化碳 那植物需要什么 耐氧化碳 然后它吐出什么 氧气 所以我跟它那是够存够伦 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不是留着它们我们走 或者是我们留着它走 不是 而是要打它到一个平衡 所以呢除了要减少台北方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增加这些自然界吸收耐氧化碳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恢复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森林 或者是恢复到我们海洋里面的生态 我们就可以减少现在碳排放一半以上压力 而且它是成分最低的 市长威嘉賢表示 过去关灯一小时活动都是在大都会城市和知名地标来举办 今年第一次由花莲市港天工担任台湾主场 届时全世界都会看到花莲市 也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共同来响应 世界各地在对碳交易 还有碳环境的一个永续的部分 都非常的重视 尤其是在世界各国的一个重要的会议 或者是一个组织 那我们身为我们在台湾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资源都必须仰赖 世界各国来做相关的一个交易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工所同仁们 可以更了解到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也可以藉由我们工部门的力量 未来能够推动民间企业永续经营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更希望说环境教育的种子可以 能够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发光发亮 那我们希望说这次的活动有更多市民朋友能够参与 欧莱德在2011年主办台湾地区关灯一小时活动 今年迈入第12年 每年有将近190个国家 超过18000多个世界地标一起来响应 董事长格旺平表示 关灯一小时的初衷 是希望可以从改变生活小习惯 关上不必要的电灯开始 3月26号晚上8点半 邀请大家一起来关上不必要的电灯 响应关灯一小时 让我们一起关灯一小时 让世界变好 耶 绝对会欢事报道